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跟大家讲中文一分钟 今天就跟大家讲什么 讲续合权的 讲什么呢 讲时间分配的问题 那我想台龙河讲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没想过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很简单要清楚的 考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现在的评分对策里面 第一段的introduction 一定会写的 那接着考评好的时候 现在的做法就是 2019年 它是百分百分的 整体的问题 那么百分百分的时候 我说你的时候会是两个段落 最少的了 那如果你是两个段落的时候 可能是哪个同学会拆开它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会有配对的工作 elaboration 那么你中二的时候 可以将两段变成四段 我不介意的 第一次决定了 接着有个位置的时候 就叫过度段 那虽然过度段的时候 就会有完解量证 完解量证 完解量证基本上是七分七分 那就是又是两段 那换言之的时候 还有最后一段conclusion 那我们可以用来 总结一段两段 完解量证 一段过度段 然后前面两段 再加一段开头的时候 就是起码是七段或者九段 那么你写的时间 起码要预半个钟 写完解量证 所以倒数计时 半个钟 完解量证 然后写完conclusion 这个是最好的时间分配 如果你没有远过足 就死定了